谈完杨文君之后呢 我们谈谈魏凤和 这个习近平在去年前啊 看望了很多老同志啊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有130多位 包括胡锦涛 朱镕基 李维桓 文家宝 甚至这个汪洋 慈浩田都在里面 就是没有魏凤和 那 玉尔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魏凤和 因为他是习近平杀人之后 担任军委主席 是第一位晋升的上将啊 也是习近平成立火箭军的首任司令 你怎么看 魏凤和没有就在老干部名单里面 大概是不是了 因为按照中共的这样一个 经济规矩不出事的这个 你们如果没问题到 肯定是会在这个名单里面 喇叭就是说对你有所怀疑 但是没有下正式的结论 依然没出现在这个名单里面 那么没出现的名单里面 就是已经下结论了 你已经是已经出事了 我们之前看到就是说有很几轮说是有几轮 国防部长都涉及到火箭军的间隔复败案 那现在看来就是说只有魏凤和都涉及到了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火箭军成立的也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才成立的嘛 包括这个 这个我们讲这个他以前 基本上就是在航上是魏凤和的这个 就做国防部长之前 也做过火箭军的司令 还发现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说跟这个有很多的交集 很多的交集的情况之下呢 那这个现任的部长 国防部长这个现任的 我们讲这个现任和这个机器 之前的火箭军司令都出问题了 那魏凤和不太可能是一个人是比较清白 因为在中共这样就所谓的腐败的体积和文化之下了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片血花是干净的 没有人是干净的 因此来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而且就是说习近平接近年 尽管是中国的所谓的军力 包括武器装备的一个大爆发的习气 腐败的机会也当然就更多了 因此来讲的话 魏凤和涉及到火箭军 这样一个腐败案里面 并且现在已经被查处了 几乎是不会公布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就好像李尚夫的案件来讲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公布他犯了什么 还是个谜 对 那魏凤和作为一个退休的国防部长 那更不大可能 更不大可能公布 包括这个所谓的 世界华会进行一个军事刑判 还几次说 几次说虽然涉及的腐败 但是考虑到过程高的情况 我现在就是把你 把你就是说 不把你逃入腐败 但是你已经违反了这样一个 政治纪律 也已经触犯了这个刑法 几步是对你进一步的处理而已 这到底是哪种情况 我们都无从知晓 也知道 他肯定就是犯事了 这点是应该是确定无疑 很清楚的看 你看魏凤和这样子 还有李尚伯到现在 也没有什么项文 我们这个题目提到了 中国解放军还能够打仗吗 我觉得这个 因为解放军打不打仗 说跟这个国防部长 关系不大 虽然魏凤和曾经也是 他没有实权 对 他实际上真正的实权在于 现在中央军委 都在习近平手里 和战区司令的手里头 所以魏凤和实际上 这个影响已经不大了 已经不大了 但是说这件事情 是不是中国军队还能不能打仗 前一段时间已经有很多地方 在报出来 说中国军队现在在装备上 有很多的问题 不是说装备上出了 就是说真正险情的 但是说内部有很多的 在装备上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是外界的说法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 看这个无论是太平洋舰队 还是这个印太的司令部 还是这个五角大楼 都在反复在强调的什么呢 都在强调中国军力有多强 然后中国军队呢 这个发展的有多快 翻来覆去再讲 这个航母杀手 这个我们可能很多很多华人朋友 看到这个都说呢 说这个解放军的这个战斗力呢 其实不强 一打了 包括姚成啊 说这个曾经出现了 这个导弹里头装的是水 我说这也不是跟那个甲午 甲午海战那个片子 那个电影说 王国城为什么不开炮 这个炮弹里装都是沙子 那不是一样了吗 但是呢 我是不敢不敢相信啊 说这个炮弹里的这个 这个导弹里头都装了水 那总共有那么多枚导弹 那每一个都要 都要反复的检查 这个装水有点有点太匪夷所思 但是说这个中国军队 到底有多能打 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呢 应该说 至少我们这些门外 很难去评估 但是呢 美国和盟友呢 都在反来覆去的 在讲 他有多厉害 他有多厉害 实际上当然是为了加强 美国的自己的防卫能力 然后现在 尤其是呢 最近呢 这个这个菲律宾 现在在南中国海这一块呢 现在跟中国呢 在对峙 而且呢 现在菲律宾已经跟美国 重新建立这个盟友 现在开始在这个岛 在这个菲律宾 这个这个旅宋 这几个群岛上的 现在开始扩充 这个美军的 这个 这个基地 所以像这种情况来说呢 说 中国现在面对的呢 解放军面对的 就是这个 这个美军 和美国和西方的 这个联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应该说呢 这个 如果习主席下令达 那可能这个风险 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 这一点呢 我觉得大家 也基本都相信 何况呢 现在这些将军们 这些伤害 这个 盛明你 你怎么看习近平 最近对军方的 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 所谓的清洗啊 这些人事的异动啊 就刚才 航清也提到了 对世界打击 会有一定影响 不过我想 直接直接问你 就是说 你觉得中国现在军力 有能不能够应战 应付战争 或者是开战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军队呢 比毛泽东时代 肯定是要 要差得多 不可同日而已 那个时候的军队 真的能打 能打 50年 敢 能打 16个国家打 那个时候 连斯大林都不敢 但是呢 比胡温 就是江峰时期呢 肯定要能打 因为 按照罗宇的说法吧 他写了一个告别总参谋部 他说到80年代的时候 搭档塞在国内的时候呢 那个军队已经开始腐败了 腐败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 他自己是跟美国做一些 军火方面的一些生意 飞机啊 导弹啊什么 他就讲 他说像 刘太行 就刘过成的儿子 在做生意的时候 就是跟西方就回扣 回扣直接的钱 那就寄到总参去了 他都不知道 另外一个地址 他也讲到呢 当时就是卖导弹 不要说就是 厂里面都卖出去了 仓库里面都卖出去了 连那个导弹发射架上的导弹都卖出去了 就不是能不能打了 打的根本就没武器了 当时 看那是80年的故事 看那到了90年 他当时离开了 那我就是回去 我碰到的一些 一些军方的一些 一些子弟吧 从元帅的子弟 就徐帅的 大将的王苏森的 上将的杨勇的 再到中将的 胡奇才的 这所有这些 当然我们是在谈历史吧 同时也谈到了中国的军队 比如说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他接的班就是总参装备部 就接的就是当年杨连生那个班 杨连生给枪毙了 做了间谍 也讲了很多中国军队的事 那么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到的 他一个就现在中国的军队 那可以说中国的就战略核武器的最最重要的核权艇吧 一个郑伟 一个庭长 他都认识 郑伟是什么呢 官就是买来的 当时花了几十万 那庭长呢 那郑伟就埋怨那个庭长 说这个庭长 真真叫人没法活 那庭长上了庭以后 差不多就半年没下过庭 天天就做政治教育啊 训练啊这些 搞得人没法活 你就看出呢 实际上他新的一批人 习上了以后 我们知道呢 就公开的抓的将军有160多个 就是点名的 他不抓的 像包括像吴卫红 或者这种的 或者用那个 张卫丽说的话 就问到宝太太说的 就是把钱交出来 就不追究 不起诉的 恐怕几倍于此 在当时习把那个 七大军区全部 换掉 就解散 把那个四大总部全部 就解散的时候 七大军区换成战区 那个时候大家已经知道 就中国的一千多个 县域将军中间 一半基本上是有事情的 那个时候是真不能打 可以说 不要说不敢打 打出来中间 打出多少流量生来都不知道 但现在的这个军队呢 肯定比那个时候能打 因为你搞掉了几百个将军 你总得补上几百个吧 补上来的人恐怕就不是钱买的 就标准不一样 当然中间可能还是有这种 但一般来说 你两个军委副主席 徐才厚 郭伯雄 那公开的就在那 在买官卖官的 卖了几百个将军 这种事应该是不大敢有了 火箭军这次出事 实际上他们跟他们联手的是七级部 奇迹部就专门 对部队来说呢 他就是卖导弹 对民用来说呢 他就是卖火箭 就西藏发射都他们做的 他们其实里面也出事 他们的总工也好 他们的院长那些 基本上都自杀的自杀 双规的双规很厉害 所以整个这个是跟火箭军 跟中国的导弹 卫星这个是有关系 是肯定的 涉及到谁呢 这就是这胡猜了 因为我们在外面根本没有这个 外面有资料 其实即使我在国内 他们要谈的这个时候 我也跟他们讲 我是外国人 最好不要再当着我的面去谈 跟不去打听这种事 这样对谁都不好 所以我相信呢 比毛泽东时代不能打 比胡温江泽时代能打 就这么一个判断 为何被查 中国到底的军力有多强大 能不能打阵 这是我们刚刚讨论的议题 过我讨论了 为何我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